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是不是民進黨的鬥啊 在這個公投之後 你可以看得出來更明顯了 因為該打的仗打完啦 現在接下來是大家要來劃分地盤了嗎 所以其實昨天莊瑞雄 是開出了第一槍 讓這個派系之鬥 好像立刻浮上了檯面 而且他意在意外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這個民進黨向來 不是用這種指定的方式 都是要初選的 所以他昨天直接是宣布說 我們這個接班不是民進黨的傳統 我要參選縣長 參加2022屏東縣長的黨內初選 這句話衝著是盤夢安衝著這個周春銘而來 因為當時他們正在跑這個公投宣講的時候 突然盤夢安就這樣子舉起了這個周春銘的手說 這就是我的這個接班人 有這樣一幕當時 莊瑞雄就氣噗噗啊 只是那個時候因為太多公投的新聞 似乎把這樣的新聞蓋過去 但是現在公投過後 該算的賬還是要算 昨天宣布參選的這場記者會 也看到了蘇巧惠直接跟他同台 這代表什麼意義 他拿著一把光劍給他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蘇巧惠委員帶來一個神秘的道具 要交棒給我們莊瑞雄委員 蘇巧惠委員帶來一把光劍 要交棒給莊瑞雄 一把綠色的光劍 他們說這是一個 象徵著這個勝利 要交棒給他 所以這個動作有非常非常多的解讀 是代表著因為老縣長蘇貞昌 拿著這個撞球桿 打敗了國民黨 這是一個勝利之物 然後現在又要進化 upgrade變成一個光劍 這是一個勝利的勝物 我們要把勝利象徵這樣子的一種東西 交到這一個莊瑞雄的手中 所以真的民進黨很懂的這一套 這是一種無窮的力量交給莊瑞雄 我們還用這場天上灑下光芒 好像就是這種味道存在 可是大家又仔細看了 你看莊瑞雄他本身是英系 然後現在來挺他的是誰 包含了政國會的人 昨天也同台 陳亭妃 高志鵬也跟他同台 那現在對決的是誰 對決的是新潮流的周春米跟中嘉賓 那巧妙就巧妙在這個地方 這個蘇系 過去不是都講新蘇系嗎 那為什麼蘇系在這個節骨眼 變成去挺莊瑞雄 倒是沒有挺這些新潮流的人呢 所以現在很直接的 因為是不是反正最後屏東 就一定是綠的啦 那他們也沒再怕 就所以這個公投選完了 我們鬥爭浮上台 你不怕你們知道啦 因為再怎麼選 選到最後 你哪怕像之前的這些 蘇正清 蘇嘉全 現在退出民進黨 也是說要參選 哪怕你們這些人 這麼這樣子的直接浮上台 也直接不掩飾啦 就直接來爭這個位子 大家也沒關係 因為最後就還是民進黨會贏 是這個味道嗎 秉哥 這個差不多就是政治的現實 因為就算最後他們喬一條 莫名其妙喬出的蘇正清 出來選縣長好了 都不要意外了 不是 我不是說不要意外 我是說他大概也會上 也會 因為那邊真的藍軍在那邊 勢力就是非常微弱 幾乎就是民進黨支持誰 大概誰就會上 所以對他們來講 黨內誰被提名 基本上就等於穩上 所以西瓜出來都會上 就跟2018年的時候 台南跟高雄的想法一樣 所以當時台南跟高雄的時候 他們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是從前一年看板就已經擺出來了 然後一路打到 那個黨內初選完 然後就開始直接正式競選 就這樣聽說有人 光是初選以前就已經花了上億 就不斷在做這些宣傳 為什麼 因為誰搶到黨內初選的位置 誰就贏了 可是現在為什麼會這麼的白熱化 因為我覺得是潘莫安 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動作 你自己本身是縣長 你再怎麼樣 你就算說大家談好 黨內內定就是他了 這也不是你宣布的 因為你不要忘記 你們民進黨才剛剛宣布說 明年的縣市長這些提名 是由蔡英文決定 是由黨主席決定 那你現在你身為縣長 那你本身也是民進黨黨員 你突然說我的接班就是他 那你是要逼蔡英文吞下去嗎 還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那是潘莫安 自己做了一個錯誤的動作之後 才會引發這個連鎖反應 而且據說當時本來 蘇振青跟莊瑞雄 都要去選立法委員 莊瑞雄後來本來還站在街頭 臨時被叫回來 突然間變成不分區 據說就是被收下來了 那當初給他的承諾 據說就是如果你要選現場 我們會支持你 結果現在 你們當初的承諾全部忘記 我幫你們喬好了之後 雖然蘇振青 因為他自己貪污的遺案落馬之後 現在你們就當作我沒發聲 就不管我了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於情於理 還有按照民進黨 自己黨內遊戲規則 你都不應該這樣做 你至少應該大家都不要講話 我相信如果潘莫安那一天 沒有舉起周春明的時候 川偉雄也不會去講這個話 因為大家應該是在檯面下面 大家去運作 運作等到蔡英文首肯 由蔡英文來公布 應該是這樣 結果他不是 那既然你要這樣幹 那我也這樣幹 而且蘇貞昌也是個 很會看風向的人 他的隔魁要在野 是要靠蔡英文 要容許他持續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新書系的結合 當然很重要 可是對他來講 蔡英文才是真正的主子 所以這個時候 趁機籠絡一下英系 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他們就很自然而然 結合在一起 但是光劍這個東西 我稍微有一點點意見 誰告訴你光劍 就一定代表爭議 你忘記西施教徒 也都會拿光劍 黑武士也拿光劍 光劍我跟你講 壞人拿到光劍 一樣就可以做壞事 所以拿光劍的 不見得是好人 對 所以能力不一樣 意義也不一樣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 蘇貞昌跟蘇巧惠 當然看得出來風向在哪邊 楊明哥 首先蘇巧惠有一個關鍵的角色 她是蘇貞昌的女兒 所以當她今天拿了這把光劍 給莊瑞雄的時候 象徵的意義是很深遠 會讓人家有一種聯想 你是英系的 就是說莊瑞雄是英系的 蘇貞昌又挺 那就是總統行政院長都挺膩 這種感覺 但是就我所知就是說 莊瑞雄跟蘇貞昌的私交 是在他們一起當黨團幹部的時候 培養出來 然後蘇貞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也算是 他一個結盟的方式 某種程度可以說他超前部署 大家都知道蘇貞昌下一步 可能是要往新北市長 就是說他有可能被點名 就是說接下來不管是2022 或是2026 就是他不管是哪一屆 未來是有可能再去挑戰 更高的大位 如果只靠蘇系或說新系 他不足以成為一個所謂的 縣市首長的候選人 所以他必須要跟其他派系 保持一個友好 所以他這個舉動 莫莫程度就是 他跨出他的這個派系的舒適圈 他要跟其他派系結盟的動作 可是如果他以個人身分去 他幹嘛拿光劍 他光劍代表就是他爸爸的這個意思 當然 因為不要忘記 蘇貞昌最喜歡 他到很多喜酒 喜宴 他是很說 我的就是來給新人 大光照亮 指著他的那個頭頂 所以光就是代表蘇貞昌 這是有他的意義的 所以他某種程度 他想要做的就是 我代表我的父親 然後讓你們來解讀 但是老實說不管是周春明也好 鍾嘉賓也好 如果邀請舒小偉去 他也會去的 他不會獨家給莊瑞熊 大家不用擔心 所以會有三把光劍 因為他就是所謂的 屏東老縣長的女兒 所以這是一個象徵的意義 但是莊瑞熊搶到了第一棒 所以某種程度 我覺得莊瑞熊 確實有可能在這個部分 他變三劍客 對 他就可以得到 這個所謂的媒體的光環 因為他是第一個 舒小偉去幫他加持 那再來我講到其實很多 尤其是北部 中部的這些朋友 到南部 到墾丁去 看到的可能現在都不是海景 看到的都是三位 這個民進黨候選人的看板 對 已經開始蓋 那個已經大概超過半年了 那為什麼莊瑞熊 他這個時候叫做正式宣佈 他看板已經掛不知道多久了 為什麼他這個時候宣佈 當然一方面是公投之後 當然民進黨就是要進入 所謂的這個黨內初選的階段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 潘孟安在公投的宣講會上面 直接講要接棒 要周春敏接棒 不管是接班還是接棒 這都是一種直接已經叫做 指定的概念 所以讓其他兩位都非常跳腳 因為他的民調 其實三個都在誤差範圍內 非常緊繃 這一場的初選 會是民進黨最精采可奇的一場 因為第一個 三個都是立委 然後三個的支持度 都非常的緊繃 而莊瑞雄的特色是 他是綠營支持者 支持度最高的 然後周春敏的特色是 他是藍營支持者 支持度最高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分布 但是像潘孟安 他為什麼要這麼的拉抬 周春敏 你知道之前 只要是屏東縣政府的活動 其他的立委 甚至要到現場 是被拒絕的 只能周春敏 只有周春敏可以進來 甚至如果今天到時候 三個立委都在 一起拍拍站 然後拍了照片 只有潘孟安跟周春敏的照片 會上縣政府的網站 其他立委會切掉 不會曝光 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已經在行政資源上面 潘孟安就已經很大力的 在拉抬這個周春敏 甚至傳出 在有一些這種所謂的 社區關懷據點 他們裡面的那種 縣府派區的這種社工也好 穿著背心 後面都是周春敏的字樣 已經開始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接下來恐怕他們黨內的矛盾 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等著看 如果最後是周春敏 或是鍾嘉賓出選 我可以預言蘇正清 可能就會用無黨籍的身分 再選現場 來 淑慧 不過我昨天才聽柯智恩委員 因為柯智恩委員是出自屏東 他說結果現在屏東 民調最高的是誰 大家猜一猜 是蘇正清 我覺得好奇怪 我覺得在台北是很難想像 就是涉入官司又涉入那麼多案子 他們說因為蘇正清的這個 跟這個地方組織紮得最深 最情 所以有可能最後蘇正清 還是會跟這個民進黨 來產生協調一個候選人 要不然如果撒卡都的狀況 說不定就是國民黨 說不定還有機會 那至於說這個周春敏 跟這個潘孟安的好關係 他們很好 地方都知道 然後為什麼很好 我們就不知道了 因為我看那個周春敏過去 他爸爸是出自於藍軍 然後周春敏是第一次當這個不分區 但是確實周春敏現在在屏東 想盡各種行政資源的幫忙 我記得之前還有一個新聞被揭露 就是周春敏的那個看板 還有那個貼紙 海報到處貼 甚至連變電箱 公共設施都可以貼 大家知道如果這沒有環保局的 增益資源 避資源 都會被抓住 電線桿 變電箱 都會被撕掉 所以現在就是說當別人的貼 別人會馬上被撕掉 但周春敏的貼就會漂漂亮亮 一直維持在這裡 所以對於其他像中嘉賓 中瑞雄來說 當然會是一場艱困的選戰 那中瑞雄真的是還滿厲害 雖然他現在是英系 可是巴標旺 他最早是謝系 是謝長廷的人馬 大家知道蘇貞昌跟謝長廷 過去是非常不搭軋的 所以這一次蘇貞昌挺莊瑞雄 用女兒去挺 雖然不是他自己 可能同時也是給潘孟安一個交代 就是像我女兒去不是我 畢竟蘇貞昌過去在屏東 被稱為大叔 所以他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蘇貞昌跟潘孟安 也維持了一定的好關係 大家記不記得上一次蘇貞昌 到屏東去的時候 還跟大家講 以後農委會主委換潘孟安座 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蘇家當然是讀兩邊 我們女兒去挺莊瑞昌那邊 潘孟安座村民的時候我也可以過去 用這種方式 蘇貞昌當然現在希望用盡自己 最後的行政資源 人生的最後的行政資源 幫蘇巧惠鋪人脈 不管是蘇席以後的掌門人 或者是黨內的人脈 我覺得這是蘇貞昌現在要做生意 要不然蘇巧惠幹嘛從新北 不然沒有一早去屏東去做事 但是這一次屏東的初選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像2018台南 跟高雄的初選一樣 民進黨勢必會殺得刀刀劍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們覺得說初選贏大選就贏了 當時殺得最難看的就是台南 台南 陳庭妃 黃偉哲 他們殺到說 黃偉哲跟另外一個候選人指責陳庭妃說 你的資金有紅色資金 可以到這個地步 所以我覺得未來民進黨在屏東 這幾個月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看的 對 所以連台南其實接下來恐怕 因為陳庭妃也沒有那麼好搞定 這一回如果說蔡英文 現在到底是不是要自己徵招 如果她自己徵招 為什麼莊瑞雄還可以喊說 這個指定接班非屏東傳統 好像講了一副 我還是要出來來勃勃看 是不是最後會是徵招我 還是什麼樣的 就是大家我們已經看得 有點不煞煞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賓哥 其實指定徵招不是屏東的傳統 也不是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的傳統 民進黨根本就沒有這種傳統 哪有什麼指定接班的 對 至於你剛剛說台南 台南其實情況相對穩定 大家不要忘記第一個 黃偉哲是競選連任 他並不是說第一次出來參選 第二個他這一任雖然做的 有人覺得做得不好 有人覺得做得還可以 可是至少他最近這一次公投 他是票數拿得最好看 對 所以我覺得黃偉哲相對來講 你現在要在這個時候 把他換掉 說真的很難有什麼很正當的理由 所以陳廷飛沒機會了 我覺得陳廷飛的機會越來越小 幾乎是沒有什麼太強烈的機會 因為最起碼黃偉哲 最近這段時間 沒有犯什麼重大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要把他換掉 是滿難的 而且反而是陳廷飛 自己還捲入了林秉書的事件 對不對 你跟那個 網軍 對 網軍 台獨機關槍到底什麼關係 到現在也說得不清不楚 但是他說黃偉哲養網軍 他反過來先指控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最好笑的地方 當本來這件事情 都已經快要平起業的時候 結果陳廷飛又跑去上電視說 黃偉哲其實就養了一堆網軍 你是生怕人家不討論這件事情 你怕人家忘記你有網軍是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以陳廷飛這樣的政治操作 他這一屆大概要跟黃偉哲競爭 機會渺茫 對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黃偉哲